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8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9月8日中共政治局七常委出席了全国防疫表彰大会 会议由中共总理李克强主持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 并向中科院院士钟南山 中医药专家张伯理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 军事科学院军事研究所研究员程薇颁发奖章 当下全球疫情仍然非常严重 中国大陆的疫情也没有退去 但中共当局8日就召开所谓的防疫表彰大会 网友认为这届领导人情商不高 此时开表彰大会明显不合时宜 而学者则认为习近平即开庆功会 又推卸隐瞒疫情责任等三大用意 首先中共当局想借助防疫表彰会 减少来自党内批评的压力 时事评论员桑普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习近平是想借举行抗疫表彰会 表彰抗疫英雄来抢回话语权及邀功 以减少党内对他批评的压力 避免遭潜在政敌斗倒落台 其次中共当局企图通过本次表彰大会 掩盖中共隐瞒疫情的责任 并企图向外输出中共体制 新冠病毒最晚在2019年12月1日就爆发 但中共从上到下隐瞒疫情 隐瞒人传人的事实 直到2020年1月17日 习近平才首次公开对疫情发布指示 这句疫情爆发已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错过了最佳防疫时间 而中共当局在这次表彰大会上 不但只字媒体隐瞒疫情的责任 反而为其大唱赞歌 北京意义人士胡佳表示 中共统治者很希望在疫情扩散方面 能摆脱责任与负面形象 要显示出在疫情防控方面 打了一场所谓的最漂亮的仗 中共政治学者吴强则对BBC中文表示 庆功会选在美国大选 以及目前还未确定召开的中共峰会前 是要表明中共抗疫模式是成功的 反击中共受到的国际压力和指责 吴强说习近平的讲话 没有谈到病毒的起源和中共中央责任的问题 仍是用庆功掩盖责任 第三 中共当局企图通过庆功会 巩固习近平的地位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对BBC中文表示 这次庆功大会实质上 是为习近平做一次歌功颂德的宣传 他指出 中共官方的很多宣传 强调习近平的政治领导力 为中共二十大做准备 不断巩固习近平的领导形象 而新冠病毒目前在全世界蔓延 中国大陆疫情却基本稳定 当局抓准了这个时机 表彰大会在社交媒体上引发正义 一些网友批评中共当局 在疫情爆发之初未公开疫情 如今稍微得以控制 就丧事喜办 也有网友质疑 全球如今疫情仍然严重 中国开表彰大会不合时宜 还有大批网友 涌入李文亮的微博留言悼念 愿给他颁发奖章 表彰大会本应有你 目前李文亮最后一条微博的评论数 已超过100万条 李文亮微博评论也进入体现 中国主要是将媒体微博实施热点的热搜榜 中共当局9月8日举办对抗疫情表彰大会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将获得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人士 颁受勋章奖章 声称中共抗议是英勇壮举 除了主席台上的领导人之外 此次出席大会的人士都于胸前佩戴一朵大红花 台下的出席人员也大多都有佩戴口罩 不过台上的领导高层及接受颁奖的人士均未佩戴口罩 防疫只有做半套 而针对中共高调举办对抗疫情表彰大会 WHO昨日就曾示警 提醒中国至今仍有病例 必须谨慎应对疫情 且全球疫情尚未结束 目前并无自满的空间 即使零星的病例都可能扩大变成群聚感染 配合中共官方8日举行抗击疫情表彰大会 新华社当天发表长篇文章 吹捧习近平下令武汉封城的关键抉择 外界质疑这强化了封城的攻击性 却淡化了疫情先在武汉蔓延的疏漏 习近平在抗疫表彰大会发表80分钟讲话 至少50次出现战字 以抗疫大战 联民战争形容十次抗疫 习近平并称 在过去八个多月时间里的抗疫大战 中共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 又一个英勇壮具 但网络流传一段短短41秒念稿视频中 习总居然又有两个字念错 特殊的书念成了书 而混淆的小念成佳谣的谣 习近平等人未受表彰的 全国抗击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先进集体代表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除了医学专家外 就连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在名单里 有网友说 华春莹应该是为党甩锅有功 但只是动动嘴 中央社评论称 随着武汉在4月上旬解封 中国大陆本土疫情表面上趋缓 欧美疫情却持续激增的现况 让中共官方取得搬动舆论的杠杆 至于疫情高峰期间强力纠责 质疑1000万人口的武汉 为何说风就风的声浪 便在防疫形式扭转及官方压力下 消失在官方塑造的所谓正能量中 澳齐中共央视英语财经频道主持人 程磊于今年8月中旬失踪 至今没有露面 他的涉媒自8月11日后便没再更新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9月8日周二首次在例行记者会上 提到程磊被捕事件 赵立坚表示 程磊涉嫌从事危害 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而因此有关部门最近开始对程磊进行必要的调查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程磊的两个孩子一直和家人居住在墨尔本 程磊的家人表示 正在尽一切努力支持程磊 出生于中国的程磊 10岁就跟随父母定居澳大利亚 去中共央视之前 曾在澳洲金融领域任职 2013年回到中国央视 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 担任财经记者及主持人 程磊曾参与了201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 以及2011年上海世博会的报道 在程磊被捕后 两名澳大利亚驻华记者 在北京被中国国安人员约谈 据称约谈内容与程磊案件有关 两人于9月7日紧急撤离中国 美国当局大举搜查 有军方背景的中共研究人员 仿佛上眼冒住老鼠 美国检方透露 对方为躲避追捕无所不用其极 包括将证据丢进垃圾桶 在机场追逐等宛如谍报片 根据检方提交的法庭文件 最近几周美方扩大调查后 一些涉案人士开始想方设法躲避 也有至少两名研究人员落网 他们的研究据称与共军的军事研发有关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 关磊在FBI调查涉嫌窃取技术时 遭联邦检察官指控破坏证据 检方指控关磊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准备离近时备注 但数天后他就把一个受损的电脑硬盘丢进垃圾桶 而关磊的未婚妻子杨子慧 也在加州大学尔文分校攻读电脑科学 检方说他的律师早先已同意 让他转为指控关磊的证人 但他8月31日却到洛杉矶机场赶搭飞回中国的班机 在机场狂奔仍当场被捕 他的律师说能子会是守法的学生 但却在司法制度复杂且截然不同的国外遭到监禁 于8月底被拘捕的另一名中国大陆留学生 是维吉尼亚大学研究流体力学的科学家胡海舟 他的导师获美国海军资助从事研究 该名学生被控窃取他导师研发20年的专利软件程式码 胡海舟上月在芝加哥搭机时遭美国当局揽下 而检方文件显示 胡德导师告诉调查人员说 胡海舟并没有说他打算返回中国大陆 据《华尔街日报》指出 关磊的研究着重机械学习 这是人工智能的领域 他在中国的解放军科技大学 有一名导师是解放军中将 是共军超级电脑计划的翘处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的胡海舟 研究的则是水侠机器人 中国瓶装水公司农夫山泉于8日港股挂牌 7日晚间结束按盘交易 股价大涨91.86% 创始人中闪闪的身家达到597亿美元 超越马化腾 成为新的中国首富 而农夫山泉8日开盘大涨85.12% 报39.8港币 新首富的身家更是水涨船高 据世界日报今天引述东方财富网消息 数据显示 此次农夫山泉上市后 总股本为111.88亿股 按41.25港币每股计算的话 农夫山泉的总市值达到4615亿港币 约597亿美元 而作为农夫山泉创始人的中闪闪 目前持有农夫山泉约84.4%的股份 按此计算 中闪闪持股农夫山泉的市值为3895亿港币 除了农夫山泉外 中闪闪还实际控制着另一家上市公司 即是今年4月29日在上交所挂牌的万泰生物 截至7日收盘 万泰生物报收197.12元每股 总市值为854.7亿元人民币 而中闪闪通过直接持股和养生糖进阶持股 合计持有75.15%的万泰生物股权 按此计算 中闪闪持股万泰生物的最新市值为642亿人民币 如此一来 中闪闪通过农夫山泉和万泰生物两家公司 合计的持股总市值达到了4079亿人民币 按最新的美元人民币中间价计算 约合597亿美元 根据福布斯实时富豪榜数据显示 目前的中国首富马化腾身家为568亿美元 紧随其后的马云为513亿美元 也就是说中闪闪超过了马化腾 成为中国的新近首富 不过随着股市平息浪涌 农夫山泉股价回落 中闪闪坐了半小时的中国首富宝座 又让回给了马化腾 流亡在外的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 斯维特兰纳基哈诺夫斯卡亚称 白俄罗斯的局势绝对令人无法接受 并请求国际社会施加压力 赶走往受抨击的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他说卢卡申科不再代表白俄罗斯了 继哈诺夫斯卡亚9月8日以视频方式 对欧洲理事会议会大会发表讲话 敦促施加国际压力 包括对卢卡申科及其政府实行制裁 他说我的国家 我的民族 我的人民 现在需要帮助 我们需要这个政权 对这个绝望的抓住权力不放的人 施加国际压力 我们需要对那些下达和执行违反国际准则 和人权的犯罪命令的个人实施制裁 我们需要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 并开始文明对话 为我们国家找到情形方式 他还代表目前受到 安全部队大规模拘押 殴打以及显然被强迫失踪的 白俄罗斯人发出呼吁 基哈罗·弗斯卡亚在8月9日的总统选举中 是卢卡申科的对手 大选失礼后 白俄罗斯反对派指责选举舞弊 他在选举后数日逃往一逃晚 在这期间 白俄罗斯爆发大规模抗议 有姚传说当局将要逮捕他 前所未有的每日抗议仍在继续 抗议者呼吁卢卡申科辞职 重新选举 在基哈罗·弗斯卡亚在PACE路面前数小时 白俄罗斯当局说 他们拘捕了他的一位盟友 在这之前 这位盟友和其他两名反对派组织者 在乌克兰边境一处检查站神秘发现 当时人们担心 他们一天前在明斯克被绑架 所有三人都是一个协调委员会的成员 这个反对派组织要求全力过渡 并结束卢卡申科26年统治 基哈罗·弗斯卡亚 计划本星期访问华沙 与波兰官员会晤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在准备出访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 德米特里·佩斯克夫9月7日说 卢卡申科也计划数日内访额寻求援助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